各位,上次說到木苑青和葉二良地各自要等不同的人 南海岳神說明,他們等到第七日就要離開這個山頭 到時如果不見段譽來,就燒了木苑青石 第六日夜晚,木苑青想趁客逃走 但他又怕段譽,明天撞到見不到自己 又不肯拜南海岳神為師,就變了我對不起他 他思前想後,又長百轉 一直到天朦朦朦朦,還是落不到決心 拖得兩拖,天光大白 這樣一來,他就反而叛逼了,反正想走都走不到了 段譽這個父心人來也好,不來也好,我在等死就是了 正想到傷心失望的時候,忽然聽見啪的聲音 離他十丈遠,從空中跌了一塊東西到草林裡 咦,是什麼來呢? 木苑青馬上伯低,聽著草林裡再沒有發出聲音了 才靜靜爬過去了 去到果樹,撥開長草望下,嘩,一看,嚇到心都離開了 原來草林裡有六個死了的孩子 有些趴在那裡,有些傲面向著天 其中上兩天,見葉二娘抱著的那個肥仔都在裡頭 咦,無惡不作葉二娘,果然真的天天殺死一個孩子 在山上六天,他已經殺了六個 那看這些死了的孩子,全身無損無傷 不知是捏死,還是用什麼手段來整死的 木苑青這次跟師父出山,殺過不少人 不過所殺的都是心懷不善的江湖豪客 這樣殘害嬰兒,令他見到都心寒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眼前有個人影,嘩,聲,摔過 一起一落,像摔青鬼般飄了到山下邊 看真點,只是無惡不作葉二娘 哇,他生發這麼快 木苑青見到他心想,嘩,就算自己師父都沒有來吸得上他 唉,煞時間什麼心機都沒有了 撞著這樣的惡人,你說怎麼辦呢? 他發了一陣牛鬥,撿了那六個孩子一堆 就捧一些石頭泥沙,撞了他們 做著做著,覺得背後好像有蛇微風似的 唉,那些練武的人就很聰明的 別搞,連王左腳一眼,飆開前邊先 只聽見背後有一把怪聲就說了 大哥娘,你老公扒下你不理了,不如跟我還好 真是窮凶極惡,雲中學 他聲道人道,五隻手指看法就要搭到落木苑青肩頭 忽然打邪有人伸出一掌,隔開了他的手 真是南海惡神啊 老爺,我南海派門下,沒有被你嚇了 雲中學,十十十十,幾個喜樂,避開十象八象先 嘻嘻,老三,想收徒弟啊,避世啦 你收不成徒弟啊,這個大姑娘就不算是南海派的門下啦 木苑青這陣時,算看清這個窮凶極惡啦 溜溜高高,收到整支浪三竹那樣 眼耳口鼻又生得歪歪歪青,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只聽見南海惡神就說了 喂,老四,你一定知道我徒弟不來的啦 哦,是否是你害死了他呢 一不是,你見我的徒弟資質太好,抓了他走,想收他做徒弟 這魂我被你搞瘋了,我要疑得捏死你啊 唉,這個南海惡神是真是野蠻的 問都不問雲中學是不是真是暗中做了手腳,就這樣就撲過去了 雲中學一字退就一字說了,老三,老三 你這個徒弟是高是矮是肥是瘦,我從來沒見過 無端端爛我收了他你也有的 放屁,你當我猛的啦,這麼容易相信你 不用問阿貴,肯定是你和人打輸了,找我徒弟來出氣啦 哎,哎,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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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徒弟是男還是女的呢? 當然是男的啦,我收女徒弟來襯摩 哦,對了,對了,我雲中學只是搶女人,從來不搶男人的 難道你不知道的嗎? 南海惡神的人已經撲上半空中了 聽他這麼說,都有幾情道理 即時使了個千斤罪落地 啊,那我徒弟到了哪裏啊? 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來拜師? 咦,雲中學說 嘻嘻,你南海派的事,我理得這麼多嗎? 南海惡神等段譽等了幾天 早就急到喳喳跳的了 整套火沒有定法了,即時就說了 哎呀,你都沒有人會死呀 夠膽單單打打 牟遠青在旁邊聽聞個心想 啊,如果挑撥到這兩個惡人鬥個兩敗俱傷 那我就得益了 當時,他就故意大聲對南海惡神說了 沒錯,你徒弟實是被雲中學害死的 不是你徒弟自己在崖頂上去哪裏啊? 南海惡神一聽,拿手拍自己後尾枕 對著雲中學就說了 你看,我徒弟的老婆都這樣說 又沒有冤枉你呢? 牟遠青就繼續加油添醋了 我相公說過 他拜到你惡二爺這麼醒目的師父 真是三生有幸的 說明要用心的學藝 就是江大南海惡一派 要令到南海惡神的明星更加威震天下 怎知這個雲中學起了毒心 害死了你的好徒弟 以後,你也很難找到我這麼像你的徒弟了 嘿嘿,牟遠青說一句 南海惡神的手就好像扯著線地拍一下自己的後尾枕 牟遠青見他這麼欲緊又乘機說了 我相公那塊後尾枕呢 生得跟你一模一樣 之質又跟你一模一樣這麼好 金十全十美的南海派傳人 世間都怕難找第二個了 雲中學偏偏搞我來當貪 你還不幫個乖徒弟報仇? 南海惡神果然聽到這句 眼露空光 啵聲就啵去雲中學那裡 雲中學明知道他是被牟遠青疏擺的 不過一時又不是那麼容易解釋得明白 見他啵到來差不多了 嘿,連望送人先 牟遠青又叫了 你看,他想跌坑了 心虛啊 如果他沒有殺你徒弟 又用什麼走呢 南海惡神啊 額頭額腦了 對,對 真是有你沒有在聲告 老四 你要跟我徒弟殿屍底 他雙腳一頂地又撲過去 兩個人一追一走 轉著眼就走到山後邊 牟遠青看到就暗暗歡喜了 嘿,怎麼知道說這麼快 聽見南海惡神鬼殺那麼吵 兩個人又暈山後邊追出來 雲中學輕功高出南海惡神很多 整個竹高精東攝下西攝下 南海惡神一尾跟著他尾 硬是追不上 兩個人剛剛從牟遠青眼前飆過 眨眼又追回到山後邊 等到第二次追出來 雲中學失驚無神飆在牟遠青那裡 一手畫在他的面門 牟遠青大吃一驚 連鋤仰下右手 一支毒箭射向他 雲中學閃下身避開毒箭 同時也畫得了牟遠青的一塊面罩 嘻 Pain 一副天之國色呈現 牟遠 當年眼光光光 嘻嘻嘻嘻嘻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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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嘻嘻嘻 嘻嘻嘻嘻 嘻嘻嘻 掃嘻 嘻嘻嘻 嘻嘻嘻力救風鬚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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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一掌打了他背霉 雲中學運氣反擊一砰聲 兩道掌風雙撞 一掌範圍之內飛沙走石 雲中學借著南海岳臣一掌之力 向前飆出兩掌遠有多 南海岳臣就呱呱吵了 老四!你沒有走啊!再接我三掌! 雲中學就說 嘻嘻嘻嘻嘻嘻你追我不到 我打你不贏 我們再鬥一天一夜都不過是這樣 話音光落 兩個東西又追逐了好遠了 穆遠青想了 看來我需要想辦法攔著雲中學才行 不是他們倆一生都埋不了手 好了 等到他們兩個第三次從山後邊握出來 木软青就飞身迎上去 六七支独箭射去云中河道 同时挺起长剑就急刺过去 云中河知道他想怎么想我死 就跳高博低猛攻闪避 他一受阻 南海岳神双掌就左右拍到他输 掌风将他全身圈住 云中河就说 老三我几次让你 都是免得我们四大恶人面相和气 难道我真的怕了你吗 他双手在腰间一闹 一边一只手就已经握住一只钢手了 这对钢手三尺长 十只手指插开了 闪闪领降噪 只要他将那两只钢手封住身前 就放了个指手不攻的架势 南海岳神见到他这样 就反而开心了 嘿嘿 好野 七年没有见面 你练成了这件古灵精刮的兵器 我都没有输舌了 说完他解低包袱 拿了两件兵器出来 这两件什么兵器呢 只要他在右手握住 只要他右手用一把短柄长口的棋型剪刀 剪刀得鸭鸭鸭鸭鸭鸭鸭鸟 鱷魚尾反起 啪聲就發開鋼手 雲中學出手很快去 右邊鋼手還沒縮轉後 左邊鋼手已經伸出 只聽見啪聲 鱷魚展夾著鋼手一攪 雖然鋼手是純鋼打造 但是鱷魚嘴也不知道是什麼咚咚鑄成 居然剪斷了鋼手兩隻手指 幸好雲中學縮手縮得快 先保住其他三隻鋼手指 不過他所練的鋼手法 十隻手指每隻用法不同的少了兩隻 就當堂威力減弱了 南海岳神唐笑聲鐘 岳尾邊急捲而上 突然間一條人影從他們兩個中間輕飄飄拆入 正是葉二良 只見他左掌貼著鋼尾邊 發耐力輕輕向外一拐 雲中學就即時乘機跳開 葉二良就說 老三、老四 怎麼自相殘殺呢 他閉下眼見到木遠青 當堂臉色都變了 木遠青見到懷中又抱著一個小蚊子 這個小蚊子若摸三四歲大 敢衣敢帽 唇紅似白 樣子十分可愛 哦 才知道他先頭下山是去找小蚊子 木遠青見到他現在眼睛睛睛看著自己 連亡另歪頭就不敢再看他 這時候聽見那個小蚊子吵著要找爹 再說雲中學被葉二良解了為 他就說了 二姐姐,老三新練成了鱷魚嘴和鱷尾邊有多交關 先頭和我練幾手玩一下,確實很難頂 你這七年又練了什麼新的東西? 唉,不過我想都很難耕不贏他 他不肯提南海惡神冤禮自己害死他徒弟的事 輕描淡寫幾句話,想引葉二娘和南海惡神動手自己射身 葉二娘上來的時候,早就看出他們倆是真打的 當時就隨便敷衍說 這七年來,我專修內功,兵器拳腳都生疏了 這七年來,一定不是老三的對手了 這陣子忽然聽見離院有人大聲叫 喂,那個女人,你搶了我的兒子幹什麼?快點還給我 話音降落,那個人已經衝過來幾乎 指見葉二娘說 佐先生,你看,零朗生得這麼脆怪 我抱來玩一下,明天就給你 你用什麼這麼緊張呢? 說完,他疼小蚊仔麵珠丹,又輕輕摸一下他頭殼 好像很疼他的樣子 小蚊仔看到佐子木,就馬上叫阿爹阿爹 佐子木伸出一隻手,走近幾步 我兒子很百厭,又扭手,沒什麼好玩的 麻煩你先給我吧 他一見到兒子說話,就當堂客氣了 為什麼呢?他怕這個女人一不喜歡捏死他兒子 南海惡臣就說了 嘿嘿嘿,這個無惡不作葉三娘 就算皇帝的太子公主到他手 都沒用意拿得回來 佐子木聽聞打了個冷針 什麼?你…你是葉三娘? 那…那葉二娘…葉二娘是你誰呀? 他曾經聽聞四大惡人中有個排行第二的葉二娘 天天望天光就要搶一個孩子來玩 玩到晚上就弄死她的 現在自怕這個葉三娘和葉二娘是兩姐妹 這樣就罵了大忌了 只見葉二娘就騎騎聲笑了 嘿嘿嘿嘿… 左掌門,你不是聽她亂發押瘋子嗎? 我…不就是葉二娘咯? 什麼? 左子木的臉是白紙那麼白 她先頭追兒子的時候 發盡力追了都追不上 知道自己的武功絕對在這個女人之下 一聽她就說無惡不作葉二娘 嘿…更加無望了 聽見葉二娘又說了吧 你看… 這個孩子皮光肉滑 眼仔滷滷滷 多靜靜啊 果然是武學明家的子弟 靈善堂的姐 一致說 她一致拿起細蚊子的手掌對著熱頭 照下血色猛地在這裡稱讚 好像人家在街市買魚買肉 挑肥奸瘦一樣 左子木見她一副流了口水的樣子 好像疑得一口吃了自己的兒子一樣 又怕又生氣了 明知是不夠打的都要搏一下 當時一朝白熊觀日 劍尖刺在她頸後上 嘻嘻 葉二娘笑下 嘻嘻悄悄遞起個細蚊子 嘻嘻 左子木如果把劍繼續刺過去 首先就會刺中自己的兒子先 嘻 好著她劍術精湛 半老闊 撒了個劍花 臨時變焦 劍刺在葉二娘右肩 這樣才避得開 啊 那個葉二娘照樣不避 遞尾的小蚊子就擋住身前 嘻嘻 劍時間 左子木上下左右連氣刺出四劍 都被葉二娘拿個小孩來做擋箭牌 逼開了 那個小蚊子嚇得開喉大喊 雲中鶴先頭被南海岳臣追了幾個圈 降手又被剪斷了兩隻手指 那一口氣又沒有好發 這陣子突然飆上來 左邊降手畫落左子木的頭殼 左子木使招萬位真嚴 劍光亂韌就封住了上盤 咭聲 兩件兵器相交 左子木一招純粹推周 劍尖就純勢推向對手的頸喉 突然 那些降手的手指合起來 一下子拿著一把劍 咦 左子木大吃一驚 只不肯就這樣鬆劍 急忙雲耐力想拔一把劍出來 咭 一下 雲中鶴右邊降手已經插入他肩頭 咦 好在這些降手有兩隻手指先頭被南海岳臣剪斷了 不是他傷得更緊要 不過三隻降手指已經插穿他的肉 就插到骨頭 弄到他不能動 雲中鶴過來 一腳繞在他那裡 就強行踢低他 唉 一個名門大派的掌門居然沒得招架 南海岳臣就說了 哎呀 哈哈哈哈 路四這兩道散手 多用得 還算沒有丟架 啊 葉二娘就說了 左大掌門 我葉二娘不會食人的 你滾吧 我們不會拿你命 左字幕這時候已經沒得動了 子彥她說 橫 橫定是這樣 葉二娘 拜託你還兒子給我先拿走 我會另外找三四個小蚊子送給你的 各位 這個左字幕真是離譜 為了救自己的兒子 去找三四個小蚊子來頂數 那葉二娘又聽不聽她說話呢 要知道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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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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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